我就问问兄弟们 这三个黄金圣斗士放在一起 是不是我的金牛座阿鲁迪巴最抢眼最霸气 哈喽兄弟们我是刘哥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我给兄弟们介绍过令物赏第一弹的所有赏品 赏品的丰富性加上优秀的素质 给我留下了不俗的印象 稍显遗憾的就是 第一弹中黄金圣斗士只有双子和射手 其中射手座阿瑶罗斯还是便服的形象 很明显这第一弹中只是小式牛刀 真正的大招还没发出来呢 在今年2月25日 令物在杭州阿里巴巴本部 举办了一场令物赏第二弹玩家品鉴会 我和一众UP主都有幸受邀来到了现场 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第二弹四款首办赏品 其中ABC三个赏都是黄金圣斗士 分别是白羊座穆先生 金牛座阿鲁迪巴 巨蟹座迪斯马斯克 辣子的赏则是吴小强中的子龙 好家伙 一下子上了三个黄金圣斗士 大招原来在这儿呢 这一次四款赏品 无论姿态表情还是圣衣的细节刻画 都完全颠覆了以往我对景品的认知 说它们是轻量级的雕像产品毫不过分 短短几个月就把赏品的水准 拉高了好几个档次 这都要归功于令物赏 大量听取玩家们的意见 不断地给产品做着优化 从这次举办品鉴会 收集大家反馈的做法 就能够看出令物赏做产品的诚意 这也让我对后续的产品远发的期待 而今天令物赏第二弹 圣域击占黄金十二宫的所有赏品 我终于都收到了 兄弟们把排面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咱们话不多说 赶紧来看看赏品真正的庐山真面目吧 首先来看一下LAST赏 我们吴小强中的子龙 手办总高度达到了34.5公分 造型是子龙摆出必杀技 庐山生文霸的经典pose 整体的外观比起第一弹 同为LAST赏的心事 完全提升了一个档次 子龙修长的身形比例 凶狠的面部表情 身上紧身衣的褶皱和阴影的刻画 以及姿态的动态美感 都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最吸睛的就是背后巨型的龙身特效 龙头毛发和龙脚的纹路层次分明 大龙嘴张开的角度达到了90度 嘴内的牙齿还有舌头都刻画得非常的生动 并且这次龙身上还上了一层特殊的漆 在吸收足够光照之后 黑暗中还有夜光的效果 肉眼看到真的非常震撼 第二个来看A赏 白羊座穆先生 是白羊座的兄弟 麻烦弹幕里抠一个1啊 手办的总高度27公分 整体的造型是穆先生使出大招 心血旋转弓 由于穆先生随和儒雅的性格特性 随着手办的pose和面部表情 比起其他三个角色都要克制不少 好在漂亮的长发 披风以及身体周围三个橙色特效件的点缀 大大加强了手办和动态张力 黄金圣衣的涂装和细节都刻画得很到位 地台上的罗马柱的纹路和涂装都非常的写实 综合素质还是相当高的 第三个是必赏 我的本命星座 金牛座阿鲁迪巴 兄弟们把666打在公屏上啊 虽然说阿鲁迪巴的颜值和实力都排在12黄金里面的倒数 但论尺寸 金牛座没怕过谁 手办的宽和高都接近30公分 绝对的跪霸的存在 造型方面 阿鲁迪巴施展他的绝技 巨型号角 身体的比例和圣衣的刻画都非常的还原 张开的双手在手背处还有两个火焰特效件作为点缀 面部表情凶狠无比 脚下的白色烟雾特效件啊 将阿鲁迪巴的力量感完美呈现 整体手办的完成度和姿态的冲击力 我觉得比A赏的穆先生要更胜一筹 第二弹中四款手办赏啊 我的最爱飞他莫属 第四个C赏巨蟹座迪斯马斯克 手办的总高度29公分 姿态还原的是巨蟹座的大招 及时器明界波 一说到巨蟹座啊 我的脑子里面瞬间就浮现出了表情地这三个字 而这一次的手办呢 则将迪斯马斯克这最抓马的特性给完美的呈现出来了 这嚣张癫狂的表情 傲娇夸张的pose 神韵抓的是太准了 它就是我心目中最还原的巨蟹座 另外特效件也是产品的一大亮点 为了将螺旋状的特效件安全放置在右手的食指上 这一次的食指采用的是合金件 这样美观度和稳定性都得到了保障 地台上还有三处特效件作为点缀 整体呈现出来的效果同样非常出彩 看完这一次四款手办赏 不禁要对令物赏第二弹的高水准点一个赞 完全超越了以往手办赏景品的素质 撇开材质还有分量 当看外观和细节的话 这完全就是雕像的水准啊 强烈的建议令物 后期能够推出12黄金 还有吴小强的雕像版本 个人真的大爱啊 顺便也想问问兄弟们 这四款手办赏 你最喜欢哪一款呢 可以来投个票哦 接着再来看一下圣鱼的赏品 第一赏是圣鱼模型 总共三款 分别是巨蟹宫 狮子宫 处女宫 细节和做工的与第一弹是一样的 未来两弹凑齐圣鱼的六宫 就可以集齐一整套的圣鱼伙食中 还有12黄金宫殿的模型了 相当震撼 一赏是黄金圣鱼箱的模型 这次三款分别是白羊 金牛巨蟹 细节刻画和金属漆涂装都很细致 与相对应的三个黄金圣斗士的 手办赏搭配在一起 非常加分 F赏是跟第一弹一样的 火石钟还有圣鱼箱的杯垫 除了能够凑齐一整套的圣鱼箱 还有火石钟之外 与一赏的圣鱼箱模型搭配在一起 也很合适 最后G赏和H赏 分别是圆漫画文件袋 还有圣斗士的技能徽章 虽然不如前面的赏品那么重磅 但对于喜欢圣斗士的迷友来说 也是非常实用的周边藏品了 除此之外 这次令物赏的Double Chance 还玩出了新花样 直接搞了一个 八克千足金的纯金雅典纳赏品卡 还带透明卡砖的 数量非常的稀少 极具收藏价值 看得我是口水直流啊 总之 这一次令物赏第二弹的赏品品质 还有规格 都比第一弹有了极大的提升 光是四个手办赏里 有三个黄金圣斗士这一点 就足够有噱头了 可以说是诚意满满 而第二弹也将会在4月28日 在线上令物 还有魔玩赏APP 以及线下令物 Top20门店同时发售 对于喜欢圣斗士 还有抽赏的兄弟们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也希望兄弟们 多多给令物赏提提建议 让他们第三弹 第四弹的产品 能够越做越好 也给我们这些圣迷 带来更多的惊喜了 OK 这视频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